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條影片是研究一下菜價的事件 這篇圖片是來自西環變幻市的Facebook 他說50元一斤菜心 500元一隻雞 菜我就不熟 不過聖經比較熟 聖經說每日四騎士 其中一隻 就是黑色的馬 手拿著天平 接著就說一份小麥馬 一行元三份大麥馬 一行元酒和油不可租賊 意思是很貴物價 另外一隻叫白馬 名字叫死亡 他用瘟疫管轄大地的人 我們先看看民間的報價 這個醫師拉醫生抹港 一百元勤菜 他對比年二十八至年初五 斗苗 年二十八就是二十八個八 初五就是三十六個三 西洋菜九個四 初五就是十五個四 清白菜四個一 變成六個九 菜心九個七變成十一個九 清白菜四個八變成六個九 雞就升到五百元 另外一個 在Facebook叫省點喇的 人士還是用戶 都說到 生菜加了三十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一斤豆苗 菜心二十八元 還有很多都沒有貨 好了 看看新聞的報道 很多都說八五元一斤豆苗 那百元一百四元 菜心四十元一斤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中廣司機滯留 敏感度 暈不到下來 所以 升到六成了 好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 直接去梳彩桶營柱的網站看 想說這些世界徒世界徒 是否真是遵從上帝子的人 才能永遠長全 所以我相信天國近了 我們也要呼籲 各位各位再見